各位富昌財經台的觀眾 早安 又來到獵豹投資360的節目 今天星期五 恆新指數受惠昨日美股 最重要的是特朗普今早無緣無故重啟經濟 道指期貨方面一爆就爆了7.3% Amazon和Navis炮姐半個月之前已經提及過 業績一定會受惠於在家的概念 所以這兩隻股票已經可以創回歷史新高 無懼這個風雨 另外港股方面今日炮房四寶 炮房四寶又再次破頂 第一隻是平安好醫生 受惠疫情的影響 再加上診斷的概念 完全是非常強勁的 炮姐說如果不到100元就請全世界人吃飯 但不好意思今天已經衝破過100元 去到101.1元 所以請到大家吃飯 平安好醫生的朋友 阿里健康也再破頂 今天這隻是炮房其中一隻比較好的坐得股票 因為我覺得港股的股票不需要整天出出夜夜 特別是這些大浪型的股票 不需要整天出出夜夜 還可以坐得安安心 說完這兩隻還有一隻小小粒的 很多朋友經常跟我反映 炮姐說了這些大大隻很貴 怎辦呢 不害怕 三三三九龍宮之前我提及過兩個半 兩個半的時候提及過這隻股票 受惠反於內地復工和基建的情緒 是非常之好 還有所有的復工進度都良好 受感染人數又下降 雖然美國那邊仍然在疫情高峰期 但是本土來講香港或國內已經開始走下波 所以整個基調來說 復蘇第一個就是撐氣的基建 基建的龍頭就是重裝機械龍宮 還有三一那些是加價的 又是因為這個因素所以又飽商 當然這些只是很老土的經濟學說話 重點是要看配合的盤 因為如果純粹一個政策可以托得起股票的話 其實就太過片面了 我選擇的炮房靚靚股 通常都是配合成交 配合大圍政策概念 很多東西配合我才會跟大家講 另外一方面 其實看今年的市況非常硬 指數方面破了今個月高位 24603個位 看今個月的指數是22756 由下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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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2000多點上來 是非常之強勢的 你可以看到 現貨曾經上過24637點 將本月的波幅再微微擴張 所以說其實股票又升又跌 就陰情不定 但不要緊 最重要是坐著一些漂亮的股票 你就會坐得安心 你也會坐得安樂 因為如果你坐著一些不好的股票 或者一些波動性大股票 例如不幸的新股 昨天跳樓跳了八成半的股票 這些新股是一個炒作的形式 當然我都會叫你抽漂亮的新股 例如9926這些新股 我都會叫大家抽 但抽完那個部署是怎樣的 大家要留意 有些股票不是每一隻都是奶粉飛鶴 它會飛上天 其實如果大家言由在意 在上一次年底搞港座的時候 即是最後一次face to face的港座 我也都說得很清楚 這隻飛鶴是會飛上天 我相信有參加的朋友 亦都是記憶猶新 是有人證物證驅在的 當然這些東西的話 是需要一個韌力去拿著 你要知道背後的爆震概念 知道很多不同的東西 你才可以坐得住 否則你每天都倒上倒下的東西 就比較難 當然你說短線的 例如旗子牛熊 你要懂得吃 例如朋友說猴子 他要懂得吃一半 吃不吃好 這個部署策略就很重要 為何要有人指點一下 就是因為有時這些很尷尬的情況 都升了很多點 即是升了很多下 你看一隻700 人們說他裂口裂口 又裂口炮傘 他好像高柱不升降 不要忘記 這隻是騰訊 我們現在的恆新指數最大成份股 匯豐已經達到三甲之外 只剩8.4% 第一是騰訊 第二是友邦 第三是健行 然後才是匯豐 匯豐這些就是伯伯股 八百股來說是一個伯伯 所以如果你希望在八百股 可以為你帶來盈利收益兼增長的話 其實是難得跟你說 因為他的增長已經是黃昏的末落日落 而騰訊和阿里是初生之族不畏虎 完全是兩個世界 但今天記得騰訊設計一個叫中頭脫落 今早一開始時已經跟粉絲說 四個字 第二是有飯好吃 有什麼叫有飯好吃 有吃不吃最大惡極 你要有好適吃的 這樣抽上來的話 如果你不會吃的話 突然打回去 怎麼辦呢 因為你要看 其實他已經抽了一個月了 已經不是一個短的時間 而且他的成交方面 不是太配合的 你要記得 特別是有些股票 例如農工那些 暫時看 他都是一個到中頭的形式走下來 他未必太配合 如果你說我吹雞位的時候 這些位置 兩個三牛幾 兩個四牛幾 兩個無幾 那些已經吃了一整個 如果現在這個位置 你還不吃一點的話 再部署過 是有點麻煩的 所以記得 又吃好吃 記住這四個大字 昨天連Cover 就出了一個很慘淡的消息 要減薪 這個也是正常的 炮子經常走海港城 話說那次買少少東西 送了兩塊錢的現金 在一間店裡 送了兩百元現金券 有飲有食有得賣 證明很不行 平時都沒有特別大的優惠 所以證明市場真的不行 還有那個 我看說少於一千人 當然 我全部喜歡去玩的朋友 包括本人 都沒有去玩差不多半年 我十月去完日本 剛剛參加了半年 這時候炮子應該去看櫻花浸溫泉 但我沒得去 今年很慘 但不要緊 有你陪著我 周大福那些銅店銷售 亦都是狂跌 我們都說過 六福那些 有時升跌跟這個因素未必一樣 但這隻股票我不是太推薦 因為它的成交偏少 只有四百多萬 牌又疏 只有千多股都不知道做甚麼 所以這些股票都是看就好 就不要搞它了 因為它的店舖質 你和我都知道 亦都不需要再說 這些說到後來就驗了 之前說的那隻6823 這個本土電信股 其實很多人被匯豐拋棄 或者討厭匯豐之後 亦都經常問 豹姐有甚麼出路 資金怎樣算好 又怕又有另一種 又會有騙我的心 又騙我的錢 這隻 大家記得 我只要11元倒退 這隻亦都要坐著 不要走 這些是好股 難得的 因為電信股 就算在家工作也好 出家也好 你怎樣都要 怎樣都要按電話 你不可以說 喂 我不按電話 我看書 看電視看 賣TV書牌 不可能的 所以這些是乾性需求 不要跟Leviz說Amazon比 但至少是一個必需品 你說那些叫做 譬如二號仔 煤氣仔 那些因為食股停業 或者倒閉 一定有所影響的 但這些叫電信股 基本上你和我都在按電話 仍然是要上網 所以這些乾性需求的東西 就不需要太擔心 它的前景方面 因為其實是絕對沒有東西 可以擔心的 因為其實太過穩陣 而且除非5G有什麼大卡 而且現在的價格 香港人也知道 都浪得幾十下 那個月費計劃 除了香港風貧之外 所以這些也是好的股票 大家可以抱著 千萬不要讓它離開 有朋友就問 其實那個叫做 平安好醫生 這隻是怎樣看的 好像有點跌跌的 其實這隻老老實實 我81元已經說了 不是今天那天 也不是昨天 也不是前天那天 是81元的時候已經說了 整個月之前 其實這隻三日之外 升了15% 你看看 完全是反地心吸力的升上來 3月底是59元 車載差不多一倍 我這位推薦 都可以升到兩三成 所以好估計 是要坐著一個浪 不管是大浪還是小浪 總之要坐著它 它的排列又漂亮 所有東西都是漂亮 最重要是在線診斷服務 全國排名第一 而且是遠遠拋離第二名 二至二十名的排名 都不夠它一個打 所以為什麼它這麼強勢 和這麼霸道升得來 所以這隻股票 升是絕對有它的因素和原理 大家記得 有問題的朋友 記得就留言 不要害羞千萬 所以這隻股票仍然是抽升的狀態 至於阿里巴巴方面 亦是受到疫情的影響 我認為是極度受惠 我認為是 也是抽到它的頂位 這隻其實十元去上市 沒多久我已經是瘋狂地推薦它了 可以這麼說 絕對是 為什麼呢 因為它也在買一個 叫做改變的未來世界 它那個叫做阿里健康 它那個也是搞高端的賣藥服務 不知道阿里藥服 不知道你有沒有賣過 阿豹姐也有賣過 它的藥服務首先是一定是真實的 因為你也知道 國內朋友特別是很擔心 藥服務是假的 有些問題 很驚恐 經常來買奶粉 貴一貴買就是這樣 但是這隻股票來說 已經累積差不多七八成的升幅 短線就算回信一下 也不失為過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覺得 它會回調 現在這麼高才進入 是不是很害怕的 擔心一下 從這個位置到這個位置 再擔心到這個位置 你就不用買了 還有小騰訊2013 這隻我本身沒有推薦 為什麼呢 你看到它的升勢 看一幅圖 你們看得到嗎 你們看得到 那幅圖不會像133那樣開心 不是很開心 一條線車上來的 我喜歡讓大家坐這些 我不是太喜歡這些 我不是說它業績不好 或者什麼不好 但是它很波折 好像你們的程度 或者投資路分 很多波折 都未開發結果 都未破到之前的頂 6元的位置 都破不了 但是人家那些是很舒服 很開心 和很快樂的 這些就這樣坐 完結了 不用做期 只坐 只坐就收到錢了 這些股票就值得你跟我坐 稍後回來 和大家更新 看看股票期權和指數期權方面的資訊 歡迎大家回來 《獵豹投資360》 指數仍然是高台居足 上得去就落不回來 對於很多朋友來說非常好事 因為很多朋友又是那句 又看探港股 因為我們香港的經濟領事數實在太差了 有不知多少人的減薪財源 留職 很多不同的負面因素 是不是 亦都說了一千億萬次 就是說 這個因素 其實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再一次說 是沒有關係 一點點關係都沒有 大家要記得 因為 本土的情況 和指數 只記得三成都沒有影響力 你看到我們龍頭那幾隻 有哪一隻是和本土消費有關係的 除了那隻叫做有邦 因為那些人全部都要來簽單 也有朋友問過跑車 為何內地那些這麼好 蓬勃 為何你香港人這麼出現 為何還要在香港簽單 因為其實內地 你也知道別人有很多不同的品牌 或者是一些保險公司 簡直來說 他都要和你爭飯吃 他不可以讓你下來做 所以為何香港 買的保險好像很煩 亦都不現代化 就是因為 限制和競爭方面 是這隻比較有少許影響之外 我覺得其他 譬如建行 或者各方面都不太影響 但那天銀行 我想提一下這隻 就是有傳新加坡最大的油企公司就爆煲 因為大家看回3175 看到它好像上不到它的炮車 這件炮車也不說 這個禮拜 為甚麼呢 因為之前經歷過我們的大浪3成2的升幅之後 大家對這件事當然是平淡似水 悶悶不落 因為 因為 有方面 的需求 仍然未解決 仍然是環球不復飛 美國方面 也說 現場到5月15日才讓你走出來 簡單來說 那些人又不可以出車 接著 新加坡人數 是由2008年上來的 就業人口全部一夜 替你抹去 是沒有了的 證明特朗普極度急切 必須重啟經濟 以挽回他在連任競選的籌碼 因為這絕對是極大的黑天鵝 沒有人想得到 這個官康肺炎 肆虐全球 美國完全是跑贏人大使 六十幾萬人中招 為何男士輕敵 那些男士總統 無論是俄羅斯普京 我們中國習主席比較偉大 OK的手位 無論是俄羅斯 或者是日本 很多地方都失手 上次直播也說了 馬克爾或者蔡英文 相對地好些 純粹是從疫情的角度出發 相對地好些 但是這個基調下 隔壓重啟 其實是一個賭注 但是一個特朗普破產 六次的人來賭 一個賭注 值不值得呢 我覺得如果我去 我都會賭 因為自私的角度來想 只要我賭人這一波 我連任就有希望 如果這一波 我減不到 零電分分鐘的位置 養給拜登 因為一點勝算都沒有 首先那個 紙數已經回答幾成 第二就是那個 失業人口這麼厲害 失業競爭 民怨沸騰 導致很多不同的社會問題 罪案 行業都崩潰 油價都崩潰 很惡劣的循環 所以第一 沙特那邊都後悔 當年跟俄羅斯打架 但俄羅斯現在開始有些動作 就是減少關稅 所以油價 短期都是難看和難搞的 所以我們應該專注在 指數期權和股票期權 指數期權 首先我月頭提出一個 計劃給粉絲 就是一個Sort Swingle的 計劃 因為看IV的狂縮 第一 IV由上個月68 高峰達到 今天只剩下30 即沒有一半 贏在起跑線 如果月頭做了這個 首先 在Sort Put 2萬2千點 差不多吃光 現在去到月中 奇緣金的加速收縮 四大天雲也收縮 也上不了2萬5千點 就算上到 因為奇緣金收縮和引申科幅 收縮得很快的關係 也是佔盡先機 如果你做了這個Sort Put 2萬2千點 相對地這個Sort Put 2萬2千點 是悶的 只是坐在那裡收錢 但不要緊 其實你們做那件事 都是想去收錢 所以這個Sort Put 2萬2千點 是可以做的 但今天很明顯 將焦點又放在股票上 為何叫獵炮投資360 的朋友 我這個節目 因為我們想大家 在投資的時候 不要只看股票 或者只看期貨 是一個非常偏面的投資者 一個不是很成熟的投資者 我們都是高端 有質素的投資者 必然要學到很多不同的投資攻略 以及投資策略 FIB 你3175幾千要吃 你多少錢買 你首先跟我說 因為這幾天都在低位 徘徊 現在完全是 不是一個高位 所以如果這個位 可能要捱一下價 我跟你說 剛剛轉倉的旗幼 是波路性大 當然我知道大家 買了這個心情 我也有這個貨 完全是一個平彈 因為我們買的時候很激烈 整個情緒方面 一爆爆三成多 我都叫大家吃糊 但是這些油價和政治 有很多不同因素掛 不要看基本面 也不會看平均線 沒有任何平均線 如果平均線可以看油價 記得它不會由六十多元 打到只剩二十元 完全不合理 如果拿平均線 所有技術指標都打爆 所以不同的攻略 不同的產品 用不同的指標去看 有些產品是沒有的用指標去看 尤其是這個油價 所以這個 記得不要用這個指標去看 說到油 另外我又想說到金 金的話其實有些回調 但是整個基調 我都提及過 仍然是反覆向上的 主要觀點基調理論 就是無限QE量寬 簡單來說錢已經不值錢了 朋友 那些什麼值錢 實物的黃金 這些相對地比較值錢 也都可以保護財產 所以金的話仍然是看上 當然它不像有這樣大幅飆升 或者是爆增幾成 但是平平淡淡是可以的 OIC 你的泡房四寶可否持續半年 你先進貨了沒有 你首先要跟我說 我說這個泡房四寶 有些人不知道 好東西當然會這樣說 不會突然和大家公諸於世 如果你想做耐室粉絲 只要在副窗開戶口 跟我炮傘 就可以成為一個耐室粉絲 首先炮房四寶 第一隻 6186 中國飛鶴龍頭奶粉股 它的賣點 其實我推介的時候 已經是上市位 上次有聽我11月份說 六個多 即是一上市的時候 7元的時候說過 我這隻是中長線炸的 如果當時炸了 差不多炸了半年了 如果的話 這隻可以坐著 繼續看照 直到我令行通知為之 平安好醫生 80元再吹雞再買 都是可以繼續坐著 因為這是在看未來的大趨勢 大醫療的方向 我不知道你是多少錢買 當然 但是這兩隻來講 都是一些大股票 成交是超強的 你看到一個三回億 一個五千多萬 也不是一些小型的股票 本身的質素是超強的 阿里健康也是可以坐著的 這隻股票 當然 你說之前 已經買下的 已經全部賺光 但你看到現在有點回調 回調是很正常的 股票必然是會回調的 你記得 武漢一隻股票 每天都升 一些透氣位都沒有 是不正常的 這些股票 所以買股票 就是買這些大隻 兼這個穩陣的股票 還有龍宮 我的傑作 專門給那些朋友玩 那些朋友經常投訴 我那些股票太貴 那些阿里巴巴 騰訊 炮傘 不過我又買不起 那句 你可以買衍生工具 當然 你說衍生工具 我一元都不能輸 麻煩你不要玩股票 不適合你玩股票 不適合你玩股票 股票本身有人有輸 如果你懂得運用少部份資源 去做槓桿 去槓桿化你的利潤 是非常好 清晰和必然的 那阿里巴巴和騰訊 阿里巴巴 其實我看暗 第一個點 電商業開始復甦 第二 MFC5月份 又再檢討 如果進去的話 我相信282 283都見得到 所以不需要擔心阿里巴巴 騰訊更加是 南非鑽石蛋 四百零元 昨天已經一舉突破 這隻有甚麼好害怕呢 又是那句 每一天的微信 都是在付錢 就算在家旁邊 不能外出 也要付錢 美團 也要收微信支付 全部都是微信支付的世界 當然 你可以說 NBA停止了 不可以公佈的影響 但那些影響是細微的 一定要記得 一定是細微的 你要看大方向 全部都可以坐著 還有今天相憑有一個笑料 就是特朗普為了宣傳 可以做到多盡 這件事 就是說 話說美國未派過 一千元美金的錢 給人民的 寄出去 就延遲了 為甚麼呢 因為特朗普需要 將他的簽名 侵不簽名 引在資料上 所以令到派錢的進度 就是延遲了 所以我何時都說 特朗普是一個銷售的奇才 還有在抗疫的直播 全國電視 他竟然無緣無故 好像變成競選的活動 嚇到有些電台 立即斷了 所以特朗普 雖然他的作風有點奇怪 但我不得不承認 他絕對是一個銷售的奇才 總結今天的節目 這個拋放四寶 繼續有保 就要保持住 988700 繼續坐著 不要走 這個1833的話 再在群組上 和大家更新買入價 或者各方面 龍宮 龍宮看位 可能都會吹雞叫走 我們下星期 獵豹投資360再見 拜拜